! 上面這三把琴你猜得出來哪一把是千萬明琴嗎? 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Cello Coco 今天這集我自己非常的喜歡,也覺得非常有趣 因为呢我自己也很喜欢去琴行试试琴啦 拆一下琴的价位 所以今天我会拉三把琴 给大家一起来猜猜看 有一把呢是台币一万块 一把是台币一百五十万 那另外一把呢就是台币一千五百万 看大家能不能听出来跟看出来 他们哪一把是最贵的 哪一把是最便宜的 我以前也曾经拉过那种 价值台币一亿的琴 真的是价位非常的惊人 我等一下呢会拉三个不同的小片段 用这三把不一样的琴来前后对比一下 第一首呢是比较柔美一点的 它旋律线条比较长 那第二跟第三首呢是比较轻快一点的 就是有一个风格上面的对比 插播一下我在今年九月也有两场个人独奏会 大家也要来听哦 好那别忘了先帮我按赞订阅跟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先帮你 音樂 好那剛剛那個呢是布拉姆斯的第二號交響曲開頭 他是比較柔美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聽一下琴的音色跟他的穿透力怎麼樣 那下兩首呢就是比較輕快一點 是巴哈大提琴無伴奏的第三號 那大家可以聽一下琴的反應度跟他的清晰度是怎麼樣 可以聽一下琴的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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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给大家十秒钟来猜猜看 到底哪一把是一万块钱 哪一把是一百五十万 哪一把又是一千五百万台并的琴呢 大家现在呢可以按一下暂停 或者是再倒回去看一下刚刚那三个片段 看大家有没有办法辨识出来 这一把呢就是最便宜的 它价值一万块是一个工厂琴 在我国中的时候要跟学校乐团去意大利巡演 那时候呢因为整团的乐器都是要用拖韵的 加上我们大家都要在大太阳底下拉给教宗听 所以那时候呢就决定买一把比较便宜一点的琴 大家可能在影片上面比较难分辨 就是它缺少一个层次感跟穿透力 我刚刚在拉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碰到其他弦 因为我稍微一往下压它就已经到底了 基本上声音传不远都在我前面这圈而已 没有什么穿透力这样 让我们就继续接小夏两把琴吧 OK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呢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有没有猜对最贵的哪一把是哪一把 或者是你最喜欢哪一把的声音 刚刚的二号呢就是今天最贵的琴 它是个Vion 它就是法国琴 然后这个名字当然在提琴界也是非常的有名 它是1863年做的 现在已经是159岁了 而且加上它的condition又好 所以自然价格就会很高 那这东西呢通常就是看它的年份啊 它的作者 就是至亲师是谁 然后他是在哪一个国家做的 还有跟它的condition 就是它的状况 维持的好不好 完不完整这样 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一幅画是Bikasso画的 那它就会很贵嘛 比起一个大家比较不知道的画家来说 Bikasso的这幅画价值就会很高 那琴也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作者呢 它是非常有名的 加上这个琴的完整度非常的好 没有什么裂缝啊 或者是大修 再加上如果它年代非常久远 一个一两百年的琴 就很像收藏一个古董一样 那它的价值自然就会很高 当然这个东西呢 非常的见仁见智 就是要看你喜欢的声音是怎么样子 当然我不是至琴师 所以我也只能用拉琴的角度去听说 诶 这个声音是我喜欢的 那拉起来是不是舒服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在下面留言 我可以请我的知情师朋友来做一集解析给大家看 当然啦 因为今天我是在家里录的 我的录音器材没有这么专业 那空间又有小的话呢 可能比较难分辨这个差别在哪里 可是如果今天是在音乐厅里面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音乐厅的大小啊 还有它整个空间设计 是可以让琴的整个音色还有穿透力非常的明显的 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买琴之前 他会想要带去音乐厅里面试 就是最理想的情况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啦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跟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